阿哲哥 是 为什么 你要指定 是由薛之谦 来作为唤醒师 我们的渊源 其实从 他的比赛开始 那个时候我是去当评审 我就觉得他 有某些气质 跟我还蛮像的 那个时候他还 很羞涩 然后还不晓得会讲段子 我其实一直到 前两年 跟他同台 在后台的时候 他还是这样 哎 阿哲哥好 然后就 就走了 阿哲 他是遇到你才腼腆啦 因为你是他的偶像 初次见到薛之谦的时候 那是 哪年啊 二零零五 对 二零零五年 薛之谦的中音很好听 那再加上这个帅气的外表 绝对是当这个 白马王子的这个 不二人选 那我希望 朝着这个路线发展 会有很好的表现 当时看到他 印象就非常深刻了 就 因为他们的一个是 总决赛的一个 评 所以那个是我第一印象 对他的印象 我觉得他有那个气质在里头 嗯 那个时候就已经结下了一个渊源了啊 没有想到今天能够在我们进去烙的舞台上 再次的同胎合作一首作品 是我有幸能跟老师有一天能同胎 你这么红我一定要跟你同胎 我蹭一下热度 我跟哲哥唱歌就是很开心 就像梦想陈真一样 你现在可以 你现在可以直接把 把情歌王子那个位置拿起来 没有啦 没有啦 中你 哪里敢啦 哪里敢开玩笑 我跟哲哥说的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办